小雪奶瓶 我给你打气 我打 我打 小贝奶瓶 我给你打气 我打 我打 谢谢你们 我们有奶可以喝了 小雪奶瓶 小贝奶瓶 能给我的宝宝一点奶喝吗 她已经很久没有喝奶了 好 不行 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一点奶 不能给你 你走吧 宝宝 妈妈对不起你 没有找来东西给你喝 阿姨 我的奶瓶里的奶可以给宝宝喝 给你 谢谢 谢谢你小雪奶瓶 我要给你加油打气 我打 我打 可恶 小雪竟然比我快了一步 孩子们 我来给你们打气了 老师 请你喝我自制的桃子味酸奶 好 老师 你给我打气吧 好 老师 给我打气 我家的猫猫狗狗还等着奶喝呢 你可以帮帮我吗 好 老师 你怎么什么都说好 你到底帮谁啊 我 我 我已经喝了小贝的桃子味酸奶了 对不起 小雪 这次我帮小贝 我给你打气 天 老师 你真给力 我的奶瓶要满了 小猫小狗肯定饿了 我一定要多招人打气才行 那这样吧 小雪 我们换个地方 你跟我走 小雪 我们就在这里待着吧 我这个位置这么脏 大家肯定不会来给我打气的 小贝 我可以去你那里吗 不行 我这里位置太小了 你不能过来 好吧 我来了 小雪奶瓶 你的位置也太脏了 我不要给你打气 小贝奶瓶 我给你打气 太好了 海阿魔王 你快来 海阿魔王 求求你了 你就给我打点气吧 我给你一颗小红心还不行吗 那我也不去 你那里太脏了 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这么多垃圾 我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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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收拾收拾 这下可以了 小雪奶瓶 这里变得美丽起来了 谢谢你 华为公叔叔 这些大家都会给我打气了吧 可可好渴 可可想喝水 可可 来给我打气吧 这样我就有更多的奶喝了 那你可以让可可喝一点吗 好吧 你给我打气我就答应你 小贝姐姐 我给你打气 小贝姐姐 可以给我喝点了吧 可可 奶不能解渴 你还是去喝水吧 姐姐是为你好 小贝姐姐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可是可可也想喝奶 可可 你来 我给你 好 谢谢你 小雪姐姐 哇 好多花啊 我要来采花蜜 不行 你不能在这里采花蜜 没关系的可可 小蝴蝶 你可以在我这里采花蜜 真的吗 太谢谢你了 小雪奶瓶 我采这个 采这个 我采完了 小雪奶瓶 为了报答你 我给你打气 我打 我打 谢谢你 小蝴蝶 不开心 小雪奶瓶里的奶又多了 小贝姐姐 你要是也想像小雪姐姐一样 说大家喜欢 你就不能这么自私 要学会帮助别人 别人才会帮助你 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我以后会多多帮助别人的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吧 你最后台下来我 这个写真远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